足哥说电影 方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台湾的奇幻恐怖片《双童》 在一间灯光昏暗的手术室内 一名孕妇生下了一头双胞胎 姐姐生下来就死了 妹妹虽然活了下来 但长大后却得了脑瘤 黄火土是个刚正不阿的警察 因举报单位同事贪污腐败被别人化 尤其是他六亲不认 把同事警察的小舅子也给告 马上要面临牢狱之灾的小舅子 怒不可遏加上脑子一热 开枪把黄火土的闺女同时也是他的外甥女给打伤 虽然这一枪很诡异的打偏了 但黄火土的闺女从此落下了后遗症 两年来再也没说过一句话 在一个炎热夏天的午后 太风化工集团的老总廖振复 被他的女秘书发现死在了办公室里 根据死者的证状 法医初步判断死者是被冰水给淹死 刑警小戴认为这么热的天 一个人被淹死在17楼的办公室里 简直就是天上夜谈 由于黄火土整天忙于工作 天天不着家 他老婆小英非常的不满 加上黄火土害死了自己的弟弟 小英正谋划着跟黄火土离婚呢 法医经过进一步检查 发现死者廖振复的脑子里有一种罕见的霉菌 如果想化验出这种霉菌的本质 必须得把样品送到美国才行 一天深夜 插足别人家庭的女孩邱妙芳回家 刚洗完白白就出现了幻觉 然后就被根本不存在的大火给烧死 对于小英想跟自己离婚这件事 黄火土是一百个不愿意 他知道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永远不会再重来了 所以他直接就把离婚协业扔到了垃圾箱里 又一天深夜 牧师罗伦佐莫名其妙的死在了床上 胸口处还被人磕了一个神秘的俘虏 警方经过判断 认为这三起命案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由于牵扯到外国人 警方请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凯文到台湾协助调查 外事组织黄火土负责了接待工作 对于凯文的到来 负责这件案子的警察们非常不同 也不积极配合 不过专家就是专家 凯文很快就在牧师房间的空调里发现了问题 原来是有人将装有霉菌的钢珠 发射到被害人的空调里 然后通过空调进入到被害人的体内 根据美国方面的化验 发现死者的脑子里是一种叫重生真菌的玩意 这玩意儿进入人体后会导致多巴胺的激动 继而让人产生幻觉 根据牧师胸前的俘虏 黄火土和凯文请教了社会人类学专家朗大白 据朗大白介绍 几年前在某地出土了一座真仙罐 在真仙罐里发现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资料 牧师胸前刻的符禄 跟真仙罐里发现的符禄一模一样 这个符禄其实就是阴曹地府的船票 也就是杨老爷的村民符 通过郎大白所掌握的关于真仙罐的资料 黄火土经过研究发现 凶手是根据图片上所指示的字来查人的 其中有廖振夫的父丘妙方的妙 牧师的名字虽然跟图中所示的景色都有伤 但基督教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被称作警教 不仅如此 图中还标注出了不信鬼神和少阳太阴的字样 按照这个规律 下一个被害人的名字中会有一个望子 果不其然呢 很快又有一个名叫陈两望的男人被凶手看到 这跟黄火土的预测是一模一样 黄火土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再一次拜访了郎大白 郎大白经过进一步的分析 认为这个凶手杀人的目的是想成仙 在道家的某一派中认为地狱分为五种 经过这五种炼狱之后 第六道就能修炼成仙了 不过根据规定啊 要想成仙首先得怀有大病 而且还得干掉五个人销 所谓人销就是犯了罪恶的不仁不轨的人 而只有拥有双铜的人才能找到人销 黄火土说这少阳太阴是啥意思 郎大白说少阳太阴代表着火和土啊 警方通过对运送被害人陈两望尸体的车辆 查到了这辆车属于一个已经注销的高科技公司 公司的老板是两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黄一峰和领导生 本来这公司挺赚钱的 但这二位也不知道哪个人进部队 突然就信了教 然后就把公司给卖了 并且还把真仙冠原封不动的搬到了台湾的某大厦 随后警方出动大批人马前往某大厦调查 果不其然呢 真仙冠还就真的藏在这场大厦 警方气势汹汹的阵势并没有下落真仙冠的人 双方话不投机就动起了手 警方由于清理损失惨重 不过真仙冠也没占上什么便宜 死了不少信徒 黄伙土和凯文在真仙冠里发现了一个叫谢亚里的半死不活的女人 这个谢亚里不是别人的 正是开头那对双胞胎的妹妹 本以为这件邪教杀人的案子就这么结束了 可谁也没想到 这好戏才刚刚开始 不信鬼神的凯文跟着黄伙土回到家 两人边喝酒边闲聊天 本来是一幅很温馨的画面 可第二天一早出事了 凯文居然也领了和饭 死状跟之前的人一模一样 而且舌头也被霸掉了 据小道消息说 凯文是六道轮回中最后的一位受害 也就是郎大白所说的五个人宵中不信鬼神的那一个 当黄伙土发现谢亚里从医院逃走之后 他急忙赶到了真仙冠 谢亚里不断给黄伙土制造幻觉 把黄伙土彻底搞晕菜 谢亚里这么干的目的 就是希望黄伙土开枪把他给毙了 最终黄伙土扛不住了 开枪把谢亚里打死了 患有脑瘤并拥有双瞳的谢亚里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成仙了 原来谢亚里和他姐姐的前生都是真仙冠的道士 为了成仙两人投胎在了一个女人的肚子里 姐姐出生的时候就死了 其实就是提前成仙了 妹妹谢亚里为了成仙 先是让黄一峰和领导生两个信徒 把真仙冠搬到台湾 然后按照规定 利用自己的伤口培养出真君杀了五个人宵 最后的一步必须是指定人选黄伙土 也就是文字中记录的 邵阳太阴亲手打死他才能成仙 为了不让黄伙土在这之前出意外 谢亚里已经成仙的姐姐帮助黄伙土的女儿躲过了一些 本来黄伙土也会随着谢亚里一起成仙 但最后亲情挽救了他 女儿的一生爸爸把他给拽回来 这也正应了石碑上所刻的文字 有爱不辞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成仙方法太客气 不如直接见上去 要是再敢瞎折腾 老子让你瞎地狱